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基隆的过去比较好 应该说大概民国四五十年代的时候 那边的电影院大概我印象当中至少有三到四家 也就是整个基隆市三十五万人口 大概三到四家的传统电影院 包含像龙宫戏院 远东西院 基隆人厅就知道了 那一直到后来基隆的电影院就一家一家传统都开了 后来开关了 关了以后大概都是所谓的连锁的戏院 那这些连锁戏院慢慢的就比如说它就占据了原本等于说繁华的地带 那但是有一些我们讲说过去的老回忆 其实都还留存在很多人的记忆里面 那么这是基隆嘛 那么我们看其他地方 其他地方像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嘉义 那以嘉义来说呢 嘉义过去来讲它也有很多传统电影院 但是我们今天要来谈的地区 这个区域叫做大陵 短啊 大陵很多区域大概大家都不是很熟悉 可能不太 如果时间上不允许的话 大概大家去的地方都是嘉义市比较多 那但大陵呢 事实上它是一个有非常多人文色彩的地方 那邻近的梅山 那这些自然环境的地方更多 那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一家戏院 叫做万国戏院 那万国戏院 这个一听大家就知道说万国戏院 这是蛮古典的一个名称 那么对于大陵这家万国戏院 慢慢复苏的一个很重要的推手 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位江先生 应该说江上尉 他之前在陆军工作 那后来退伍下来之后 就决定要返乡去从事 我们讲说叫文艺复兴 那也很多人讲说这个东西叫做 我们就要说这个部分叫做 把它称之为说今天叫做文创 那文创这个词很多人都已经滥用到一个地步 我宁愿认为说 江兄他是一个有一股傻劲 想要去做所谓的社区营造 这样的概念的一个人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江明赫 江先生 江先生你好 呃 吕希律师好 大家好 是 呃 其实我们先谈一个概念 我就是说 到底怎么样的心路历程 你会从军队退伍下来 想要来做这样的事情 呃 其实是 我是嘉义大陵人 对 那以前大陵是嘉义最有钱的地方 是 很多人不知道 是 对那因为他呃 大陵的位置刚好是在 嘉义的最北边 南来北往的 一定都得经过大陵这个地方 包含梅山啊 他的货品要下来做交易的地方 就是在大陵 是 对 那所以以前大陵是一个非常繁华的一个地方 可是随着时间的演变 大陵慢慢的就闲置下来 这个地方不热闹了 人口也外移出去的 是 那我自己是大陵人 我就想说 我可以为我的家乡做什么事情 是 所以其实我当了15年的职业军人 那在这后面的这10年 我就是看着电视 看着杂志 看到很多地方都做社区发展 对 那我就想说我也试着来做 他们为我这个家乡做一点不一样的改变 所以就是开始来做 从事这些社区营造 呃 现在都讲地方创生 就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那您在呃 等于是退伍之前 大陵大概是什么样子 在你开始从事之前 大陵的面貌大概是什么样子 呃 全盛时期大陵将近快9万人 是 对 那到我们后来的时候 像一到我现在好了 好我们现在大陵的人口是30700多人 嗯 那人口组成四大元素 老人 小孩 狗跟猫 那不叫人口 哈哈哈哈 总之就啦 跟我们 其实我觉得哦 我真的听你这样讲 我身为和平岛人基隆 我们在和平岛 我还蛮惭愧的 就是说我都在台北忙了 我爸有一天就跟我讲 他说哦 我们现在和平岛 人口多少他不知道啦 但是他的感觉是这里面只有 呃 那其他的他觉得年轻人不会进来了 他其实对这样的一个社区发展的倾向 他会有一点忧心 但是他无能为力 对 那在您那个呃 就是决定要投入的时候 只剩下3万多人 对 那3万多人都是老人跟小孩 那你你刚开始进去要投资资金嘛 那你自己就拿自己的退伍金下来博吗 呃 薪水还不错 是对 其实国家对我们军人是还蛮照顾的 对 那就是拿薪水的一部分 来做这些社区营造的事情 那其实做这些事情不用花太多钱 是 对他不用他其实不会花很多钱 他只是花时间而已 对 那我们就试着从这个角度来做 那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很棒的意思 比如说竹山天空天空的院子 对和平均和兄那边 对那其实我们就是 学着人家怎么做 那我们就试着做 然后去上课 对 然后细社区发展 最简单 我们就是从地方的文化开始下去做 这不用花太多的钱 对 那就直接花时间去做 那你认为大龄 大龄这个地方 对你来说 它最具特色的是什么 很有趣的一个行业 叫做青色行业 对 不是布袋吗 呃 一样 差不多 老地方 我们讲说布袋这个地方 过去也是 因为他也是在港口这附近 对 很多的就是可能是特种行业 是当时在那个地方还算新生 对大龄也是 对 嘉义18个乡镇 两个镇16个乡 是海区的部分叫做布袋镇 因为他是一个山港 对 对 山区的部分叫做大龄镇 南来北往得经过大龄这个地方 大龄曾经发生过两次大战 一次是1786到1788年零爽文事件 对 第二个是1895年北白川功能久亲王来 接收台湾的 就是来清台的这个 亲王不是他在哪里生病过世的 有很多种说法 对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说法 是在大龄 在大龄受伤 对 大龄的秀地名很大 就是大片树林竹林 那据说他走在这个林间小道的时候 然后有人拿着这个粘刀 就是镰刀后面再绑一根竹竿 割到他的脖子 那受伤感染 对 那当然就是你看到你的宫海大将军 在这个地方受伤 甚至后来死掉 那你会不会对这个地方有很大的报复 对 有嘛 对 所以当时有一个大普林大屠杀 在Google都可以找得到 对 全台湾最有名的鬼屋在明雄 对 最有名的水鬼在大连 为什么 为什么是水鬼 不是山区吗 大屠杀 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天然湖泊 那尸体都往那边丢 是 积怨成生 所以那边有很多水鬼 对 那也因为这样子 南来碑王得经过这个地方 那因为又是战争 所以这边有很多的军营 是 从清朝到日治时期 那甚至日军在大连 还有设一个飞行场 神风特攻队的据点之一 年轻侠 徐乃林 张爱家 最早就是从这个眷村这边出生的 是 对 所以对您来说 大连的特色是在于它独特的历史 对 它独特的历史 那因为你看 这些阿兵哥 对阿兵哥多 南来别往经过这个地方 日本人来又来盖了一个大连堂厂 又有火车站 对 那人人口多 那这些娱乐需求大 所以当时的镇长就把大连推向情色化 他自己率先就盖了两家戏院 这两家戏院最早就是在跳牛肉场 所以它像不像延平北路大稻城 对 它比较像当时嘉义的大稻城 对 那个概念 以前人家也想说大连是小上海 是 补业城 这个我们倒是没听过 是 因为我们大家一过去都是重北侵南 对 比较少听到嘉义的故事 对 那在那个情况之下变成说 我们当时大连在这么繁华的情况之下 成立了大概几家戏院 两家 我们全盛时期大连有五家 对 加上台塘的中山塘 才9万人就五家 对 可以支撑起这个电影产业 是 那最早的电影院 在几什么时候开始成立 最早是三世之时期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是 对 那当时叫做东兴座 那后来台湾光复之后才改成 去日本化才改成大连戏院 那所以我现在收藏 就是我们屋主当初收藏 大连戏院的扁的上面写民国35年 是错的 对 因为他去日本化 对 可是我觉得不应该这样 有时候我们要还原历史 还原历史的时候 不要每次都来个民国十四年建立的碑 民国十四年就大政几年 对 因为这很好算 大政一年就民国一年 对 那所以你说大政十年 你可能就是民国十年 那你干嘛去把它改成民国十年 还原历史就好了 因为确实当时是历史时代 所以其实你看很多碑或者是很多就是不管是匾的啊或是石碑原本你可以看到这个... 他那有写昭和大政 对 通常大政它会直接 你其实可以看得到他是有把大政掩盖然后重新科民国上去 因為這樣比較快 可是大陣很短 馬上就跳昭和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變成說 你如果今天用大陣改的 應該也不會太多 只要改方便 大部分都是昭和左右 因為大陵當時很繁榮 所以我們有很多大陣時期的東西 然後就直接把它改成民國 大陣時期是剛好 他們剛好日據1895年之後來沒多久 好我們休息一下 那我們廣告回來 我們繼續來訪問江明賀老師 歡迎回到987文台旅秋遠時間 我是旅秋遠 那我們今天訪問到是江明賀 江老師 那他目前在從事 復興大陣這個戲院 為核心的一個社區營造工作 做的蠻有意思的事情 那我們剛剛聊到了 過去大陣的一個發展 那我們現在要繼續來請教明賀兄 就是說其實在電影為核心 然後來振興整個產業 一開始為什麼明賀兄你會去挑電影院 因為我剛剛有提到大陣早期是做情色為主 怎麼說情色這種東西他不好做 也不適合做 在這種世道下他是不好去做這些東西 那電影院來講他是全家大小都可以共同來娛樂的一個地方 他們小時候以前都要遠足到戲院去看什麼 檢橋英烈傳啊 八二三炮戰梅花國父傳 對那所以很多人共同回憶 那包含今天是 就比如說二月份有一個情人節 爸爸媽媽 我以前爸爸媽媽向前認識啊 如何讓念情加溫 就是到戲院裡面啊 就可以牽手 對不只是牽手 我爸爸媽媽是在裡面借生下我的 剩下我的 對 對這個從戲院就開始來選擇 那也感謝屋主帆風鎮 帆叔叔 那他們願意把這間戲院借給我 對那所以我就是慢慢的以這一間為根據地 然後開始去做地方的一個復甦 當時有沒有想過要做酒樓 例如說像延平北倫那邊還有幾家老台菜還在 是 像是比如說黑美人 是 那這一類型的老台菜加上 其實我們以前去黑美人的時候 他有拿卡西 是 然後有這個台菜 然後還有一些 當然我們講所謂的 我不知道這算不算情色文化 其實大概就是四五十歲左右的女士 他會坐在旁邊幫你夾菜 是 然後跟你聊天 然後一個大圓桌 那一類型的這種所謂的酒樓文化 雖然可能現代人看會覺得很愚蠢 但是他也是一種過去比如說大稻城 或者是我們講說比較繁華的商政區域 他們的一種象徵 當時有沒有想過要以飲食方面去著手 因為第一個飲食不是我的本科 加上我當時是職業軍人 如果說用飲食方面來講的話 跟我的生分會有一點衝突 會有一些衝突 比較不方便 那 戲院來講 因為相對他的一開始 他的關注會比較大一點 那不然因為我們大寧當時有中亨營區 七寧營區 曾經來大寧當兵的很多 都會有回憶 去看電影 因為放假就去看電影 不然時間太短了 也不知道幹嘛 交通不方便 就乾脆去看個電影 所以我就一開始 我就先選擇由戲院開始來做 這樣子他比較容易把地方的特色 再去做一個推展 您進去的時候剩幾家 其實我們整個嘉義 應該是說整個嘉義線 到現在都沒有戲院了 我當初去當兵之後 就整個嘉義線都沒有戲院了 關了 都關了 全部都關了 那不是有一些連鎖 我剛講的一些連鎖隱城 他們不會進駐嗎 在嘉義市 對就在嘉義市 對嘉義線沒有 沒有 直到現在嘉義線 還沒有任何一家戲院 是 對 所以您當時進去的時候 為什麼會挑萬國戲院 大臨五家戲院 當時還在的剩三間 就是台塘中山塘 第一個他不好動 再來 新興戲院是做給人家當撞球場 那就萬國戲院 他結束營業之後變成卡拉OK 卡拉OK又做不下去 就一直放會在那邊 超過十年的時間 是空的嗎 當時 就裡面是卡拉OK隔間 但是 那外牆呢 外牆上面寫萬國戲院四個字 還是 對 他就是一個戲院的外殼 裡面是卡拉OK的廢墟 那隔間呢 隔間不是隔成 就二十間隔間 卡拉OK 對 蠻可惜的 對 所以一開始就從這樣子的廢墟的狀況下 慢慢去做一個 如果那個隔間還在的話 應該會很不錯 那有沒有回去找他原始的設計圖 有 都有找到 那找到之後拆掉重來嗎 沒有那麼多錢 這些都是慢慢來 一開始 我們萬國戲院經過三段的變身 是 一開始跟嘉義縣社會司協會申請15萬修門面 把門面修好 萬國戲院四個字的霓虹燈做起來 晚上他亮起來 就這樣子 那可是裡面還是卡拉OK隔間 沒有辦法辦比較大型的活動 對對對 那第二個我們就跟文化部申請到一筆 叫做民間提供公圈供文化創意事業使用 260萬 稍微多一點 對 把卡拉OK空間全部拆掉 變成一間有一個小舞台的大倉庫 你把戲院東西拆掉 那就是一間倉庫而已 對 那最後我們是爭取到電視台 來我們這邊拍攝戲劇 所以他裡面重新搭一個昭和時期的戲院的場景 對 就是由電視台來出錢 讓整個場地借用之後 變成這樣的一個樣子 對 那所以總共這是三階段 那現在的情況已經復原的差不多了嗎 沒有 因為其實當初電視台他來拍一部電視劇 他把它搭緊搭好 就是很漂亮 只不過說以消防來講的話 這是最大的自災因子 因為拍戲只要外觀看起來像就好 對 他整個都是木板搭的 他沒有辦法符合現在的消防法規 當然 對那後來在當然就是經過消防的這些考量之後 那也在文化部跟嘉義縣政府的幫忙下 萬國戲院爭取到了歷史建築 那應該會在今年年底會把現在裡面的木頭隔間拆掉 會重新去做一個修復 讓萬國戲院真正變成一個符合大眾所使用的安全的空間 但是那個所謂的木頭隔間是當年的木頭隔間 還是卡拉OK店的木頭隔間 戲劇 他為了拍攝戲劇 他符合他當時年代的空間 所以那也不是古蹟的一部分嗎 不是 那但是如果把這個部分拆掉之後 我們進行下一個階段的時候 他會去把過去的那個樣貌復原嗎 外觀 外觀一定會復原 那內裝的話會有一些難度 因為我小時候去那邊看國父傳的時候 我們當時的隔間他的地板是斜的 一層一層的座椅 那最前面是最 好 可是如果我們再把它回復到斜的地板的話 那我的使用的角度他會縮線 他可能就只能看表演看電影或是辦演講 那其實沒有辦法符合現在所要的 您希望怎麼做 像目前萬國戲院一樣 他不是 他是屬於大家的萬國戲院 我們讓我們附近的國中國小大專院校 幼稚園 這是他的表演場域 也是讓這些大學生他的夢想 他的理想 這個就是實踐的一個場域 他比較像劇場 不只是劇場 他是一個公共空間 他要辦什麼活動都可以 你希望他可以像公共空間一樣的多樣化 我剛為什麼不講戲院講劇場 就是有點像什麼 我想到希臘時代 雅典那種圓環型的劇場 然後雅典市民可以在裡面使用做交流 聊天或是甚至做更多層次的應用 也就是他是一個公民使用的空間 對 其實以前台灣的戲院最早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功能 比如說要選舉的證件發表在這個地方 投票在這個地方 要結婚了不想在外面日曬雨淋 對不對 那我可以跟戲院老闆借這個空間 把裡面的椅子撤走 我裡面可以辦桌 那我社區要表演 我要開演唱會都可以 他就是公民使用的一個空間 那因為我們的 我們跟雅典比較不一樣的是 他是兩側是高的 表演是在中間 對 那以前的戲院他是有一個舞台 舞台是在上面 那下面原則上他是平的空間 對 那所以裡面的椅子可移動式的 移走他就是一個大空間 我什麼活動都可以辦 對 這跟後來我們認知的電影院不太一樣 因為電影院他是一個斜坡 對 第一排的人最低 最後一排的人最高 那這樣使用的情形就比較浪費 對 那加上我們這個是小地方 對 那可是我們寧靜有很多學校 那所以其實我們 比如說我們附近的南華大學中正大學 他們就畢業展演 畢業製作 甚至要辦銀展都可以來這邊 旁邊持進醫院 我們有曾經跟失智症中心合作過 讓老人家失智的老人 來這個地方看電影 回憶他過去 對 這個叫情境治療效果很好 對 所以他就是什麼事情都可以做 對 所以我們未來我們還是希望 他是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是 他不是要盈利的 他是要讓大家去做使用 對 那你這個空間 能夠吸引更多人來 相對的 我就可以把大林這個地方 再把它推銷出去 是 一開始的戲院 期望他是變成地方的亮點 第二個階段 希望他是行銷地方的平台 對 對 這非常重要 好 謝謝我們江老師 那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回來繼續 我們來聊一下一個有趣的議題 其實在討論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們企劃跟我說 最近有一部叫做王牌辨識 其實明和兄對於台灣電影的演進 其實非常了解 我們講辨識辨識 到底什麼東西叫做辨識 那這跟他的社區營造這一塊理念上 有什麼關聯一些 我們待會兒回來談 歡迎回到 酒吧兄弟台旅秋元時間 我是旅秋元 那我們今天聊到的議題 是關於台灣戲院的發展復興 那明和兄如何的把這個 他所期望的理念 跟社區營造做結合 來做一種 我們講說社區發展的工作 那我們剛剛聊到了 大概比較簡單的一些話題 包含說大齡的發展歷史 以及我們整個萬國戲院的理念 跟使用的想法 那我想請教明和兄的是說 其實就您在看整個電影史 過去來講日劇時代的時候 有所謂的辨識 是 那個辨識是做什麼用的 最早的電影它是不會講話 對 那其實台灣有很多辨識 不一定是電影 比如說我們的布袋戲 他也不會講話 對那所以都是有超偶 超偶師他自己去這個講對白 對那早期的 因為他不會講話的電影 大家看不懂 那所以需要一個類似說書人 把這個故事講出去 對 那個部分就是辨識 對 那這個流行大概到什麼時候 呃其實一直慢慢的到有聲 其實有聲電影發展出來的時候 當時大部分都是講國語居多 或是一些廣東話 那我們台灣人聽不懂 因為早期台灣人還是聽日語 或是聽這個台語 對 比較多 那所以一開始也是一樣會需要辨識 去講解這些劇情 嗯 對那等慢慢的技術 這些技術越來越好之後 慢慢的辨識這個行業就被取消掉了 是 對那可是以現在來講 台灣還是很多辨識啊 當然 布袋戲 對 當然 所以這個辨識 呃就是說你在復興這個戲院的過程當中 你有沒有想過要怎麼樣把這樣的一個過去電影院的傳統 跟你要做的社區營造去做一個結合 有 是 其實就是我在做戲院的過程中 我就去慢慢的了解這些歷史 而且我不只是了解 我還去收集相關的東西 不管是8厘米16厘米35厘米 那早期的8厘米的膠卷影片 幾乎都是沒有聲音的 對 對 那我就試著自己當辨識 哦 對 那我自己也收集了很多流聲機 對 那早期 呃 最早期的辨識 他可能不可能帶樂隊嘛 對 所以他就會集合流聲機 一邊播流聲機 一邊去講解劇情 對 那所以我就是藉由這些東西 我 而且我又可以把這些東西帶著 直接去學校去跟人家講解 以前的電影的過程 我現在在查一個叫做桃花氣血記 對 1931年 對 黑白默片 對 你有找到這一部 有 那這一部 軟鈴玉眼的 對 他目前在國家電影中心 那之前其實有好幾個 其實我們當時還有 呃 也是在新竹有個辨識還在 那曾經也 我突然間忘記他名字 他曾經也就是 搭配這個桃花氣血記 辦過好幾次的辨識講解活動 對 那桃花氣血記還講到 一個女就台灣最早的流行歌 嗯 那一首 對我知道 是後來文夏唱的嗎 呃 文夏好像有唱過 那最早的女歌手叫做蠢蠢 哦蠢蠢我猜 劉青香 對 那他之前是演歌仔戲的 哦 對 那早期他就是搭配的這一部默片 那所以當時候寫了一首歌 那當時就是開始製作唱片 古倫比亞 古倫比亞唱片 對 因為有唱片 那所以唱的就是演奏啊唱腔 哎大家都聽都是都是一樣的 所以他是台灣最早的這個流行歌 對 蠢蠢算是台灣最早的流行歌手之一 對 那他在唱這一首的時候 那個是詹天馬老師寫的詞 那他整個在做這個詞的時候 你後來有沒有把它運用在 假設你要去講這個辨識的這個過程 你會去刻意模仿他那時候的氛圍嗎 還是說你會用現代人的方法去講 用現代人的方法去講 那你有試過現場放一部電影 然後把人找過來 然後你開始來當辨識這樣 有 就其實還蠻有趣的啦 是 對 因為大家沒有看過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那包含就是說 呃 因為我我播放的話 我會直接帶8厘米或是16厘米的機器 直接放 不是現在的電腦投影機 對 那第一個大家沒有看過這樣子的一個機器 對 那而且不是我放 我會教現場來的小朋友 我請他 我教他如何放 請他放給大家看 那我來當辨識來做講解 那相對這整場活動就會比較有趣一點 那個會互動嗎 辨識是只有 因為我覺得辨識我以前的印象是 他要去講一個 就是你這部電影好不好看 有時候他可能會加一些他自己的料下去 對 讓這個電影更活潑 對 那甚至會加一些 呃 我們講評論 對 之類的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整部電影 因為他是默片 他整個就會活起來 是 他像是背景音樂一樣 讓整個電影唱 就是整個唱流唱起來 那您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你怎麼樣去掌握這個整個氛圍 其實要看現場觀眾 是 對 那有時候我們會看這個現場觀眾權 如果說以成人居多的話 那我們當然就是 會加一些有趣一點的料進去 所以每一次講的其實不會一樣的 對 都不會一樣 沒錯 就是這樣 這是最有趣 辨識最有趣的地方 對 因為你看底下的 如果是老年人居多 你可能講的就比較 就是老年人比較有興趣的話 用老年人比較能理解的 方式下去講 這考驗辨識的功夫 對 而且有時候你還得唱歌 對 對 所以這個還蠻有趣的 而且 我們也要看現場狀況 可能很多人聽不懂台語 那我們可能就用國語下去講 對 那如果大部分都聽得懂台語 我們就用台語去講 對 那偶爾你會參雜一些英文 對 所以這還蠻有趣的 那這樣的一個活動 在戲院裡面 舉辦的頻率高嗎 其實都是 戲院也都有辦過 那最長的是我直接帶出去 可能是直接去學校 到社區去講 對 是 因為我把他帶出去 我才有機會再把人帶來萬國戲院 對 必須 因為畢竟像 我今天在訪問您之前 其實 因為我們節目企劃 他本身對文創產業非常有天分跟興趣 所以他對於這個主題有留意 可是像我 我就不會特別的留意到說 大陵有這樣的一個這麼有趣的戲院 而且能夠在文化創新上做那麼好 所以其實走出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對 那變成說您的主要的 就是中心是以大陵為中心往外散發 對 那現在最遠的地方到哪裡 其實我還是以大陵為主 其實都是嘉義 對 都是在嘉義 對 為主 對 因為大陵有21個鄰里 其實我都這樣子講 我們大陵像一串珍珠項鍊 只不過說目前珍珠項鍊是被剪斷 是 所有的珠子散落在一地 你地上看到珠子你不會去剪它 因為你看不出它的價值 那我把每顆散落在大陵的每一顆 珍珠把它剪出找出來 這是代表大陵的人文地精產 利用一條繩子把它串起來 這條繩子叫做小旅行 所以我會藉由小旅行 就是藉由小旅行方式 讓大家來認識大陵 但是你必須有一個推廣的平台 一串珍珠項鍊拎在您的手上 拎在您的面前說 這一串賣3萬 有這個價值嗎 所以你就非得拿一個木板 一個托盤 上面附上黑色或是紅色的布 用聚光燈去照它 上面再把解說用出來 戲院就希望它是一個平台 把這串珍珠的價值散出去 對 所以我努力的辦活動 把人吸引來戲院 不只把人帶來戲院 更要把它帶出去 認識大陵的人文地精產 對 對行銷地方 對這非常重要 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回來 來跟老師聊一下 就是 那麼 對於這樣的一個工作 它已經持續了這麼一陣子 它對於未來 它有怎麼樣想要做的新的發展 提供給我們 提供朋友做一個參考 待會見 歡迎回到酒吧新聞台旅秋遠時間 我是旅秋遠 那我們今天訪問到的是江明賀 江老師 那他過去曾在我們國軍服務 那服務到了末期的時候 他就有心 想要去做一些我們講地方創生 或者我們講社區營造的工作 所以於是他回到了大陵 那麼從萬國戲院 這個產業開始著手 那麼他自己本身對於大陵歷史 跟電影歷史的熱愛跟專業 也讓他自己本身 在這個地方上面做出了一些心得 那我想繼續請教明賀兄是說 其實到目前為止 因為我今天您其實帶來蠻多東西的 因為今天可惜沒做直播 我沒辦法給大家看 這裏面有所謂的明信片 比如說 他這個明信片裏面有一個 我們講說 翹嘴秋茶店 翹嘴秋茶店 對 秋茶店 大陣三年蓋的 1912年 我們講1912民國元年 大陣三年就1914年 他有一個二樓的陽室建築 這個陽室建築應該已經算是 當時的豪宅了 這個豪宅就是說 一開始是做豆輪的店面跟工廠 而且在後院開井水之後 慢慢經營雜貨店 然後又租給皮建行 這是非常有歷史價值的一個建築 以這個建築來講 明月兄你怎麼看 像這樣的建築你怎麼去 把它化為所謂的 我們地方創新要賺錢 大家還是希望說 我能夠有些收入進來 我才願意去保留 我自己的歷史文化 這天還蠻殘忍的 蠻諷刺的 但是事實就是如此 這個部分你會怎麼樣鼓勵 民眾去做這個事情 坦白講我的做法 可能跟人家有點不太一樣 對 因為以我來講 我覺得大嶺這個地方 如果說我要先以賺錢的角度來講的話 我來修這間房子 我來做萬國戲院來講的話 他坦白講 他是不可能經營的下去的 對 對我而言來講的話 我只知道 如果不做什麼東西都沒有 未來能怎樣都不知道 對 就只有做才知道 對 所以像說以這一間 翹翠手地點來講的話 翹翠手是當時我們大嶺全盛時期 當時的鎮長叫簡德欽 他留兩撇鬍子 我叫他翹翠手 他把大嶺推向情色化 當時大嶺最繁華的時期 路上都是地點 所以把這間租下來 這間我花了三年的時間 去修他 對 終於快修好了 預算什麼來 花自己的錢 全部都花自己的錢 屬權如果不是你的 你花自己的錢 那當然第一個 當然要得到屋主同意 可是修好之後 屋主會同意你繼續使用嗎 對我而言 我用時間跟屋主換 那也因為這樣子花了三年的時間 那屋主後來認同 他第一個 他不只把我的房租降下來 原本一個月是兩萬七 現在變兩萬 而且他現在簽同意書 現在翹翠手地點 正在申請歷史建築當中 對那我們大嶺目前來講 整個將近四五百年的大嶺 有法定身份的這些建物 目前就有萬國西院 如果翹翠手過的話 大嶺就有第二個 有文資身份的一個建築物 你沒有去保留他 他就不會在 對 那所以對我而言 我就試著下去做 對 我的目標其實很簡單 我希望說可以讓我這個地方 跟我讓下一代產生新的機會 所以我試著下去做 如果我能夠做起來的話 這個地方產生出機會 我兒子在這邊有發展的機會 那我就是賺到啊 那你自己要靠什麼來謀生 我之前軍人收入還不錯 那我目前有當選正名代表 對我的薪水都夠用 所以主要是你的現在的正職是正名代表 對 但是你花了時間在其他的文資文創產業上 盡量去做協助我們正名 去做社區營造 等於說我其實還做的還是文資 但是讓正名知道 我這樣的保存的結果 不只是為我們的後代保留一個歷史 對 而且我還可以讓我的孩子們留在這個地方 不會外流 甚至我還可以把效益帶給周邊的店家 因為我萬國西院到現在沒有跟人家收錢 進來辦活動都是免費的 但是有時候我們辦一些活動 我們希望說很簡單 你要來入場 你只要在我們大領的任何一個店家 買東西拍照打卡 你就可以免費進來 我們可以把效益帶給我們周邊的店家 那我只要這樣子努力做 讓周邊的店家都起來 哪天如果真的萬國西院或 沒有辦法經營下去 大家會來幫忙 當然 對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當然 以服務帶動業務 這就是一種互助的概念 對 而且這才是真正我們在做社區營造 讓社區的人是一體的 對 感覺起來就是我幫你 你幫我 我們一起來努力 對 所以我覺得說真的 就是這樣的工作 讓我覺得非常的非常的佩服 那麼接下來我們會有一個連假 2月28號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不妨可以到江明賀 江老師或者江代表他的大陵這邊來 去不管是第一點 第一點現在不你賣 沒有色情 可以帶孩子去 或者是到萬國戲院去看看 就是江老師這邊會給丟一帶來什麼樣的驚喜 那麼這裡其實 老師你這次有帶一個地圖 這個活動啊 體驗活動 如果我們台灣 就是台灣的其他民眾想要過去 他要去哪裡 download這個資料 這其實現在網路上都有 現在縣政府的網路上都有 像這是大陵梅山的一個漫漫遊 他這個都有把它放在文化觀光局的網站 好 那如果說各位連假2月29號有機會來大陵的話 那下午3點 那文化部有在我們萬國戲院這邊舉辦一場 萬國百老會的活動 那現場會有歌星來這邊唱歌 是 對這很有趣 歌星誰 老牌的嗎 對 老中青三代都有 而且還有現場 就是以前的歌廳秀 現場有伴奏的老師 還有這個跳舞 Nakashi都有 好啦 各位聽眾朋友知道的話 228連假如果 雖然現在疫情嚴重 但是我想各位做好自身保健 到大陵去走一走 呼吸點新鮮空氣 一定有助於各位的身體健康 好 今天謝謝我們江明賀教老師 謝謝律師 謝謝 那我們下週見 拜拜 拜拜 請 我們再次來 一下 我們下次最先來 第二段 我們再次來 跟他們說 我們下次再次去 你 我們